舞蹈攝影 舞蹈攝影 它這個有幾個挑戰性 不用說 它的現場光線不足 還有就是說 它的這個動作一直在RUN 所以呢 要讓學員在這麼暗的環境之下 熟練他們的 相機 比如說隨時要改變 ISO 隨時要改變這些速度的條件 將來它到 外面就去照的話 它很容易就可以上手 而且在拍夜間 不一定說要把燈光打開 在這裡面就可以去熟悉 怎麼去操作 其實在這裡面我們每一個學員 打字上都要超過六次的 這個舞蹈攝影 其實我不在意他們的作品 在意的就是常常在這個環境 多弄一些 多了解一些操作的方式 是這樣 這是最大的目的 它是一種挑戰性比較高一點 但是並不一定說是最難拍的 最難拍應該就是 無中生有的創作 所以創作觀 世界上完全都沒有這一種 你這種超現實的 用你的想法去拍照 這只是一種技術 如果說技術的話 這是比較難一點 但是真正在創作的話 這不算是難 因為這是屬技術面的 最高應該是在 最高境界是在創作面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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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